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 在一月底出现首个新冠病例后 越南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政策 并大规模检测追踪接触者 不到500个确诊案例 被封为防疫模范生 但三个月没有本土病例报告 也没有死亡案例的记录 在7月25日被打破 一名住在香港的57岁男性宣告确诊 病毒肆无忌惮地向外扩散 不到一周 就新增了上百人 7月31日 越南出现了首期死亡病例 因为疫情疫情 我感觉我非常热烂和受害 所以每个人到外面 我常常准备我截口罩 因为有很多东西 例如约约约约约 所以如果我去哪里 我还需要准备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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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人口的縣港是著名的旅遊城市 因為出現疫情 越南政府已經宣布 撤離在縣港旅遊的八萬名遊客 一時之間急爆機場 但要撤離八萬人 等於要連續四天 每天安排100個航班 才能讓這些旅客返家 而被撤離的民眾回家後 都得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工程浩大 另外消毒大隊也出動 在各處噴灑消毒劑 人潮絡繪不絕的街道 現在變成鬼城一般 越南總理阮春福警告 八月是預防疫情大爆發的 決定性時刻 令越南政府擔心的是 在縣港爆發的疫情 也在附近幾個工業區蔓延 至少有四間工廠 總數多達3700名的員工 受到影響 糟糕的是 找不到源頭 從何而來 但越南政府認為 絕對是境外輸入 虛擔心的民眾 亦然被捕捕 亦然被捕捉了 幾個銀子 被捕捉了 人們從中國到 Vietnam 通過 海外的附近 兩國 亦然被捕捉了 規制 防疫情 越南4到7月都只有零星的 境外移入个案 在县港突然出现 从没出过国的确诊个案 引发不安 后来发现的11起确诊案例 大部分都和县港的医院 和医疗人员有关 因此部分医院大楼 也已经被隔离 越南在年初疫情初期 能够受到控制 科技手段帮上大忙 他们将过去使用于 民情监控的体系 转换成为感染接触的 最终网 并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式 最终接触者 近日首都河内民众陆续接到政府所发的手机简讯 提醒如果是7月份曾到过县港的人 必须尽快接受检测 医护人员则挨家挨户的巡查 并禁止30人以上的聚会 中央半夜总会 也都暂停经见 一般的 但根据越南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7月8日以来 有超过8.8万人从县港到河内 因事迹不足 只有约7万人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而今年初的模范生 要如何围堵这一波的疫情 接下来势必又有一场硬仗要大